您好,欢迎您走进Match学院的Python数据库编程课堂。 本讲的主题是,用PyMongo库访问MongoDB数据库。 首先,PyMongo是MongoDB数据库的纯Python驱动。 我们利用PyMongo库就可以顺利地访问MongoDB数据库。 首先我们看PyMongo的安装,它的安装方法非常简单,直接以管理员身份运行PyInstallPyMongo,就可以通过网络安装PyMongo库。 那么你也可以到PyPy网站去下载安装包,下载完以后解压。 使用PythonSetup-PyInstall来安装PyMongo库。 那么通过这两种方法安装以后,我们就可以在Python的交互式环境下进行验证安装。 验证安装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只要在交互式环境下导入PyMongo。 能够正常的导入,不抛出任何异常,说明了这个驱动已经正确的安装。 我们还可以通过PyMongo.version来查看它的版本。 我们目前的版本也是最新的版本,是3.03版本。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PyMongo驱动的使用步骤。 利用PyMongo库来访问MongoDB数据库,它的基本步骤包括以下几个。 第一,首先我们要建立连接。 建立连接要调用PyMongo中的MongoClient这个函数来连接MongoDB数据。 并且我们要提供MongoDB数据库所在的主机名以及端口。 那么主机名我们这里面是以本地主机,所以使用localhost。 Port是默认的端口,也就是27017。 当我们调用这个函数以后,如果成功的连接到了MongoDB数据库, 此时就会建立与MongoDB数据库的连接,返回一个连接对象。 这里面我们表示为DB,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使用db.test或者是dbtest,这个类似字典的使用,来指定使用的数据库。 当我们指定使用的数据库以后,我们就将它复制给一个变量。 它就代表指向MongoDB数据库某个数据库的连接。 接着,我们还可以用指向某个数据库的数据库连接,指定使用的集合。 当然,我们仍然有两种指定使用集合的方法。 第一种是点集合名,第二种和使用字典的方式一样,集合名放在中括号中。 这里面我们要使用上一步返回的数据库对象,也就是dbtest。 第四步,就是使用上一步返回的集合对象的方法,来操作集合或集合中的温档。 此外,和MongoDB的客户端一样,当我们未插入数据的时候,则不创建任何集合与温档。 只有当我们插入数据的时候,集合和温档才进行创建。 当我们操作完数据以后,最后一步是关闭连接。 这就是驱动的使用步骤。 它和我们前面介绍的连接Circulite,MirrorDB等等,其步骤基本上相似。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集合对象的方法。 同时,我们在交互式环境下来演示使用这些集合对象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集合对象的方法就是Insert1。 下面我们在交互式环境下演示这个集合方法的使用。 我们要使用MongoDB数据库,首先要启动MongoDB数据库。 同样的,我们进入MongoDB的目录。 启动MongoDB数据库。 指定数据库的文件产生的位置。 最小化这个窗口。 我们刚刚已经导入了PiMongo库。 所以,就可以使用PiMongo库来直接连接MongoDB数据库。 将这个连接对象创建为MC这个变量名。 用MongoClient函数来创建MongoDB数据库的函数。 连接。 由于这里,我们连接的是本地主机的默认端口,所以我们可以不提供连接的主机名以及端口号。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于MongoDB数据库的连接。 建立连接以后,按照我们刚才的步骤,我们需要连接某个数据库。 比如,我们连接的数据库是project。 直接调用mc.project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指向project的这个数据库的连接。 然后我们再指向某个集合。 比如,我们要指向集合andstudent。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指向集合student的连接。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连接的方法来执行数据库的操作。 比如,这个集合对象,我们有第一个方法是instit1,就是向集合中插入一个文档。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文档。 文档是以字典的形式建立的。 在文档中,我们也可以插入一些列表。 接着我们调用。 接着我们调用 集合指向集合的连接对象。 它的insert1方法。 将这个文档提供给 这个方法作为参数 那么这个文档就已经被插入到数据库中了 如果我们要从这个集合中查询 获得刚才插入的这个文档 由于这个集合中只有一个文档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Find1来查询 仍然使用这个连接 可以看到刚刚呢 这个文档已经被插入到集合中 ID号为1 Name为Mac Parent为Green 和Joy Edge为12 那么对于Find1这个方法 它的使用呢 可以不提供参数 此时呢 它将从集合中直接查询获取第一个文档 这样我们可以提供匹配参数 这个匹配参数呢 是以字典的方式提供的 那么查询呢 将是能够匹配到这个字典的文档 并且呢 仅返回查询到的第一个文档 如果提供了匹配参数 可以匹配多个文档 仍然仅返回查询到的第一个文档 这就是Find1方法的使用 那么下面你们看 Find1来提供一个参数 在这个Find1中 我们提供一个参数 比如我们用Name这个参数来过滤 这样呢 查询仍然得到是刚刚的这个文档 如果我们给的名字改变它 它不匹配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它查询返回的是空 也就是没有查询到任何文档 使用Insert1可以插入一个文档 而使用InsertMany可以插入多个文档 比如我们这里建立两个文档 比如我们这里建立两个文档 这就是我们建立两个文档 我们建立两个文档 这个文档 就是我们建立两个文档 这是第1个文档 这是第2个文档 然后我们将这2个文档以列表的形式提供给insertmini 调用collectionstudent这个对象的insertmini方法 以列表的形式提供,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列表中 这样我们就同时插入了两个文档 其doce1和doce2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文档需要插入 都把它放在同一个列表中 提供给insertmini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同样呢,对于查询文档 我们也可以使用find的方法 使用find的方法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它返回的是一个游标对象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前面的sqlite以及mirrordb中返回的游标对象 并且这个游标对象是可迭代,可切片 以及还可以练细地调用limit,count,distinct,以及sort这些方法的 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find的方法使用 比如,我们直接对查询的结果进行便利 我们输出每一个结果的id号 把这个里面呢,应该用字典的方式来进行访问 我们可以看到,输出了所有文档的id号 即123 那么对于find的这个方法 我们同样也可以提供一个过滤参数 比如,我们要过滤年龄为13岁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查询 仍然以字典的方式来提供参数 年龄为13岁 可以看到,查询的结果只有一个文档 也就是它的id号为3 那么也就是find的方法返回的对象 是一个游标,并且呢,是可迭代的 我们来看一下切片的使用 我们直接运行刚刚使用的这个理据 将查询到的结果从第一个开始切片 切片到最后一个 我们运行一下 本来查询的结果应该是123,三个文档 现在呢,我们使用了切片 也就是第零个文档被切掉了 那么这样呢,我们得到的是id号为2和3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limit方法的调用 同样,我们还使用这个理据 但是呢,我们练式的调用了limit 比如我们限制它只能查询两条记录出来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查询的是只有两条 虽然有三个文档 只能查询出两个文档 其余的文档呢,被丢弃了 而且呢,查询到的是第一第二两个文档 这就是limit这个方法的使用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count来对查询的结果进行计数 直接返回查询的结果为三条记录 也就是id号分别为123的三条记录 同样呢,我们还可以使用 distinct来获得查询的列的不同的数量 将它改为 distinct 这里面呢,我们假设 以edge作为 这个查询的参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也就是 这里面年龄的 个数 一共有两种不同的年龄 以12和13岁 那么这是distinct的函数的使用 同样呢,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排序 那么也就是使用thought来练实调用 下面我们看一下 使用thought 这里面呢,我们假设 以name作为排序的依据 同样呢,我们还要用for来便利 输出id号以及name 可以看到 它排序以后,这个id号呢,顺序乱了 但是呢,它按照姓名的排序来进行排列的 那么这是find的方法 它的使用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将这些方法进行多个链接 比如说,我们要查询 按照顺序进行查询 仍然是name顺序 但是呢,我们取前两个 也是同时 链接着要用多个方法 并行它 可以看到 得到是二三两条记录 也就是限制了两条 并且呢,这个以name为顺序来进行排序的 和刚刚呢,这个查询是类似的 但是呢,它只能返回两条记录 而不能返回三条记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使用pymongo驱动来更新文档 更新文档的方法 我们可以调用update1和update many 从名称上 我们就很容易能够辨别出来 update1只能更新单个文档 而update many可以同时更新多个文档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update1 这个时候我们提供一个是要更新文档的匹配 比如我们匹配它的id号 为1 首先提供一个pb的文档 然后我们提供一个修改器 这里的修改器和 wongodb客户端的修改器是类似的 比如我们使用set处改器 设置它的年龄为11 这样呢我们就修改了name为mike的这个文档 它的年龄为11 我们下面呢 插评一下 看一看 看一看 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已经修改为11了 那么对于update many和update one用方法呢是类似的 但是呢 它在匹配的时候 可以同时匹配并且呢修改多个文档 比如我们将刚刚的这个文档 全部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将mary它的id号改为2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同时更新多个文档 我们将mary id号 改为 2 就是具有两个相同id号 就改完以后 这样呢 mary的id号也变成了2 我们来看一下 mary的id号也变成了2 然后呢 我们通过update many来修改 同时具有id号为2的这些文档 它的age值 将体配改为id号为2 我们设置它的年龄 全部为14 这里的update many 我们改成update many 这样呢修改就结束了 下面呢我们来查看 所有文档的id号为2的它的年龄 修改 修改这条命令 id号为2 查询所有id号为2 我们 找到它的 我们输出它的id号 name 以及 它的年龄 运行它 可以看到 id号为2的honey和mary 它的age都变成了14 也就是我们通过update many 可以同时更新 多个区配的文档 而update one 只能同时更新 一个区配的文档 下面我们继续看 replace one方法 replace one方法 就是用新的文档 来替换区配的文档 比如 我们要将云层为mac的这个文档 进行替换 首先 给出区配的参数 然后给出替换的文档 我们修改它的id号为3 nam仍然是mac 再给它一个adge值 假设为15 下面呢 我们来查询一下 查询id号被我们刚才更新为3的这个文档 可以看到 此时 这个被我们更新的文档 它具有id号为3 名称为mac 然后呢 年龄为15 那么对于delete one和delete many 我们可以仿照update one和update many来进行使用 那么下面的方法就是 find one and delete find one and replace find one and update 这三个方法分别是 首先找到区配的一个文档 然后呢 分别是删除它 替换它 更新它 对于find one and delete 它会呢 删除原来的文档 并且呢 返回这个文档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find one and delete 它的使用 这个方法的名字比较长 我们仍然以id号为3的 这个文档来做实力 那我们看它会删除刚才的那个文档 然后呢 返回这个文档 再次查询 那么它返回为空 也就是呢 这个id号为3的文档 已经被它删除了 那么同样呢 find one and replace 和find one and update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具体的 我们看下面 count 是一个方法 count的方法 是可以练使调用的 也就是呢 我们可以在find的基础上 来计算出 找到的文档的数量 在交互式环境下 我们可以这样做 比如我们查询 id号为2的文档 然后呢 给它进行技术 那么技术的结果呢 为2 也就是id号为2的文档 具有两个 那么这是count 这个方法的使用 那么同样呢 对于find的这个查询结果 我们仍然可以使用 distinct和group 来进行查询 那么distinct就是 使对查询结果指定的列进行去相同 那么group呢 就相当于secure查询一句当数查询 这个呢 我们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本讲视频主要介绍 pymongo的安装 以及驱动的使用步骤 和 集合对象的方法 并且呢 在交互环境下 演示了这些方法的基本使用 本节课的作业是 第一 表解pymongo的使用步骤是什么 然后呢 在交互环境下 练习使用pymongo 来操作 mongoDB数据库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